要求下面這個東西的值 F5伏789 來,不要讓我提醒你應該安靜喔 來,快點,減掉F5伏456 再除以111 請問這個值算出來是多少呢? 老師會大個變喔 好喔,現在才剛上看你就去大變 去吧,快去快去 好了 我先問同學一個問題 怎麼了 好,走,很可愛吧 你知道這個題目是從課管的哪個地方出出來的觀念嗎? 請所有同學翻到173頁 課本要打開173 我們在這裡跟同學溝通一個觀念喔 所有的考題 包含你將來會遇到的學測 甚至是分科測驗那種大考型的考讀 都是用課本的觀念去包裝的 我現在給你們的這個回家作業呢 等一下我雖然會帶著你做 我希望你明白 這是從課本的什麼地方考出來的觀念 173頁 有沒有看到隨堂練習的哪一個選項? 哪一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 這個題目大概分成兩種類型的學生喔 有一種類型的學生會直接把它帶進去印算 可以啊 印算啊 這可以有答案啊 印爆開對不對 你說老師印爆開會不會很沒效率? 不會 你真的帶進去 其實以下就算出來 可是我這樣考 考印爆開其實沒什麼意義嘛 你說老師那這個東西到底是要考什麼? 欸 你看我下面寫的東西喔 F of 789 減掉F of 456 如果下面我寫什麼呢? 下面我寫789 減掉456 請問同學 這個東西是什麼? Y座標相減除以S座標相減 重軸差比橫軸差 這是什麼東西的定義? 哇 現在我們還在第一側喔 Y座標相減 這叫重軸差 DELTA Y 除以混軸差 DELTA X 請問這是什麼東西的定義? 這是斜率的定義啊 這個同學你要知道 高中有六本數學課本 我們現在還在第一本 你才高一上而已對吧 你要考學測要學完四本 要考分科測驗要學完六本 好不好 我們現在還在第一本喔 連第二本都還沒進去喔 請你告訴我 有沒有教過斜率啊 有啊 在之前如果你忘記什麼斜率 趕快回去看 Y座標相減除以S座標相減 他說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個一次函數嘛 一次函數 它的圖形是一條直線對吧 你仔細看這邊 請問它的斜率是誰? 斜率要看哪裡? 斜率是不是看S的係數? 它的斜率叫做123 寫上去喔 123 可是你仔細觀察 上面這個獅子跟下面這個獅子 有沒有長得完全一樣 其實並沒有 下面這個獅子請看這邊喔 這個獅子我把它重新再寫一次 如果真的要寫的話 它應該要寫成F of 789 減掉F of 456 請問同學789-456是多少? 唉唷 789-456是多少? 300 30 3嗎? 可是我這裡是111啊 阿怎麼辦? 跟它長得有點不太一樣咧 怎麼辦? 乘3啊 誰乘3? 上下同乘3嘛 對不對?分子分母舟同乘3 這個東西可以寫成誰呢? 唉唷 注意喔 這個3乘上111就變333 它最後就會變成3 再乘上斜率叫幾百里十三 算出來答案叫做300多少? 69 這樣寫會不會太快? 這一題答案就是369 這個3分配給它 就寫成這樣吧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幫你把它畫起來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粉紅色的是誰? 這個粉紅色的是誰? 就是123啊 對不對? 123乘以3 是不是369 對 沒有錯 好不好 當然有人說 老師我直接帶進去硬爆開 那硬爆開其實沒什麼意思 這樣很快也算出來 唉這在考協率喔 我們在第一測數學 對吧? 現在還在第一測 好 幫你做一題喔 做完這一題之後 就要進入我們今天的最主要的部分 請在座所有同學翻開課本到174頁 page 174 今天這堂課呢 有大部分的時間 等一下我會幫你複習國中數學 會來複習國中數學 所以你不要擔心 你國中那你沒學好 我現在會幫你記起來 好不好 174頁 我們要正式來介紹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什麼函數呢? 叫做二次函數 來你把它寫上去 我會先從定義開始講 唉 什麼叫二次函數呢? 是 我要打病 好 你可以說你要上廁所就好 不要講大病 好 ok 測 A 倒點B 倒點C 為時數 對 你如果要上廁所你就說 老師 我有 生理上的需求 好不好 你就去吧 講大病有點太直白了 對不對 好 EBC為時數 Y 等於 F 這個 等於 X 平方 加V 再加C 如果 這個A 不為0的話 長這個樣子的 我們就稱為 叫什麼 稱為 X的二次函數 我寫在這邊 稱為 X 第四個二次函數 先問一個蠻重要的東西喔 國中其實你們對二次函數不會很火神 雖然等一下我會假裝你國中沒學過 重新再教一次 可是在座我相信有同學知道 國中老師帶你瞄點之後 你應該有感受到一件事情 所有的二次函數 他畫出來他的圖形 老師說那個叫什麼線啊 叫什麼線 叫拋物線喔 來寫上去喔 這是他的名字 所有的二次函數圖形畫出來 我們再給他一個名字叫拋物線 叫拋物線 他的圖形 OK 現在我要帶著各位同學 先從最簡單的拋物線開始處理 最簡單的拋物線 我們稱為叫二次函數的基本形 來標題寫上去喔 我這邊喔 我這邊喔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要跟同學溝通一下 基本最重要對不對 你做任何東西基本一定最重要 基本動作最重要 其他的花招都是幾次 什麼東西都是基本最重要 二次函數也好 三次函數也好 什麼最重要 基本型最重要 只要掌握基本型 其他的東西都是基本型 去做平移得到的 平移我們已經教過了 明天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我講這句話 我這堂特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二次函數三次函數 多項式函數 什麼東西最重要 基本型最重要 你說老師什麼叫基本型 基本型他長得很基本 他長什麼樣子呢 y等於ax平方 他就長這樣 就是他 他很重要 重要到不行 重要到五法五天 就是他 y等於ax平方 這個a不可以是0 請讓小弟我先來這邊 跟同學簡單的說明一下 為什麼基本型他這麼重要 來所有同學你看這邊 y等於ax平方 加bx加c 或者我不要寫這個 我寫一個具體的數據 好不好 來這個同學跟著我一起來 y等於s平方 加4x 加6 同學你看到他 你有什麼感覺 你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它做什麼 配平方 配平方我們有訓練過 s平方 加4x 請問要配哪個數字給他 我之前讓你們配過啊 你們知道配哪個數字給他嗎 中間像係數一半的多少 平方 所以要加多少 加4對不對 畫面加6 請問這裡這個4是你無中生有 這邊加4後面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檢視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對不對 這件事情你會嗎 這個動作叫配平方 配出來之後你發現他會長什麼樣呢 這個叫x加什麼 2的完全平方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2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好 請問喔 你仔細看喔 你仔細看喔 y等於s加2 括號平方再加2 這個東西 一旦你配方完成 你就會發現 他是某個基本型 去做什麼東西得到的呢 他是y等於s平方 去做什麼動作得到的 去做平移得到的 而且在做的同學應該 平移也大概有學過對不對 來請問 y等於s平方 要怎麼移才會移到他 往右還是往左 你如果平移不太熟 我之後會再重新複習一次 把這個傢伙往哪個方向 往右還是往左 來你說 往右還是往左 往左幾個單位 兩個單位 這邊加2 所以是往上幾個單位 兩個單位嘛 聽懂這意思嗎 我簡單的跟你說明一下 你說老師你到底在幹嘛 基本型很重要 這個拋物線跟這個拋物線 你要仔細聽喔 這個拋物線跟這個拋物線 他們只是位置不一樣 其他的特徵完全都一樣 只是位置改變而已 這個叫基本型 只要掌握基本型 其他的東西通通都跑不掉 知道基本型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解決 這樣了解嗎 我們現在要花一點時間 來研究基本型 他的圖形的特徵 在國中的階段 我們現在來到課本的第174頁 我們現在來到課本的第174頁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例題3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例題3 來研究他圖形的特徵 來研究他圖形的特徵 現在開始做時工機回到國中喔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國中怎麼研究這個最基本的 這個基本型的圖形長什麼樣子啊 你只會一招 那一招叫做什麼 那一招叫做什麼 叫做瞄什麼 瞄什麼 瞄點啊 對不對 對嘛 我們找很多點出來 然後用個曲線把它連起來 你就不就可以知道他長什麼樣子了嗎 我瞄點給你看喔 我現在在做課本在做的事情 國中有做過 現在高中再做一次 SY 理論上要瞄幾個點 圖形才會看得比較清楚 同學我問你 一般來講要瞄幾個點 一般來講瞄的點是越多越好 如果可以最好是瞄100個點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我在黑板上 都有可能瞄100個點給你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瞄幾個點來 你猜 我瞄五個點就好 -2 -1 0 1 2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都挑整數 因為我是個偷懶的男人 就這樣 我偷懶喔 整數比較好算喔 請問X可不可以是更號2 可以喔 你也可以找更號2 可不可以是二分之一 也可以喔 只要在數線上的數 你要找誰都可以嘛 為什麼偏偏要挑這些數字 因為他看起來比較好算嘛 就這個原因而已 所有人看好這邊 -2帶進去 -2的平方是多少 你講話多少 4 -1帶進去 -1的平方 1 0帶進去 0的平方是誰 0 1帶進去 這裡是1 2帶進去 這裡是多少 4 對不對 以前啊 我在教這個秒點 我遇過那種個性比較極端的學生 成教學生跟我說 老師我不要秒點 我說蛤 為什麼不要秒點 我覺得這個動作太智障了 這個東西為什麼要秒點呢 我問你啊 你高一的學生你不秒點 你怎麼可能知道他的長相 你有其他的方法嗎 來你說 你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去掌握他的長相 你只能秒點而已啊 秒點重不重要 秒點好重要喔 你不秒點 你基本上 除非你學到高三有微積分 不然你高一就只能秒點而已啊 我秒給你看喔 他的圖形長什麼樣子呢 第七節課後面都有人在那邊聊天喔 李修柏 是李修柏嗎 真的嗎 看我這裡 我秒五個點 來00是什麼點 講話00是什麼點 圓點 這樣喔 1到點1對不對 S座標是1 Y座標也是1 這裡是不是有個點 你看這個點我瞄出來了 負1帶進去 你的Y座標也是1 來負1在這裡喔 這是1 這是負1 來負1到點1 是不是在這邊 我這個圖畫的不是很好 這個圖畫的有點醜 同學包容一下好不好 好 2帶進去是多少 4對不對 4在上面來 1 2 3 4 負2帶進去是多少 負2帶進去也是4 考試喔 同學你們 我這邊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曾經遇過有些同學在秒點啊 他最後畫出來的圖長什麼樣 來看我這邊 來所有人抬頭 有些人頭低下去不知道在看什麼 有些人畫這個圖啊 你猜他怎麼畫喔 來 他直接這樣畫 他拿出他的尺 把這個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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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問你 考試如果考這個東西的秒點 一個學生他這樣子畫 你覺得5分他應該要得幾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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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1分給1分算還勉強可以 因為他至少會秒點 那你說老師 他到底哪裡會被扣分呢 第一個被扣分的點在哪裡 線 啊 你先安靜 第一個被扣分的點 同學你應該要知道 我們秒5個點是偷懶的做法 對不對 你要畫他標準的圖 應該要秒幾個點 應該要秒很多很多的點 當你把這些點 描出來之後 用一個平滑的曲線把它連起來 他真正的圖形應該是什麼樣的圖形 應該是帶有一點弧度的圖形 好不好 應該是類似這樣 好 那有同學說 老師我就修正一下 他的圖變成這樣子 你總不能扣分了嗎 來看這邊喔 這樣畫好不好 這樣畫不錯啊 可是這樣畫還是會被扣分 來你猜哪裡被扣分 對 對 非常好 你的圖只有到這裡就停了嗎 沒有 你的圖要怎麼樣 是繼續延伸嘛 只是我們 瞄點沒有瞄到那個地方而已嘛 懂這個意思嗎 這才是標準的圖形喔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不可以 來 不要讓我停下來 希望你安靜喔 來 那個 不要跟人家聊天 來轉過來 靠這邊 國中我們瞄完這個圖呢 老師會告訴你說 這個圖裡面有一些重要的特徵 總共有三個 來是哪有三個 你說 所有的拋物線都有什麼點 這個叫頂點 你們國中真的沒學過這東西嗎 有 來請問這個基本形 它的頂點在什麼地方 在圓點 非常好 每一個拋物線都有頂點 基本形 它的頂點 會在圓點這個地方 所以頂點叫做0到點0 有沒有簡單 有 因為它叫基本形 所以它很簡單 它很重要 它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 仔細看喔 這個拋物線開口是朝哪裡 朝上還是朝下 朝上 開口朝上 每一個拋物線都有開口 開口 開口 是向上的 第三個特徵是什麼 每一個拋物線都有一個什麼軸 唉唷 你仔細看喔 對 對 這個拋物線它的對稱軸是什麼軸 Y軸 什麼叫對稱軸 對稱軸 對稱軸的意思就是 好像你在折子一樣 沿著這個地方 折過來 左右兩邊的圖形可以完全怎麼樣 你把它折過來 兩邊的圖形可以完全重疊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Y軸稱為圖形的什麼軸 對稱軸 它圖形是左右對稱的 寫上去喔 Y軸 是對稱軸 你們搬英文歌唱練得怎麼樣啊 你要聽一下 我明天去聽喔 我明天去聽喔 然後走在那種單人唱給你聽 屁啊 你們想要偷偷利用我上課時 你去那邊練對不對 我明天會去看你們的表演 你現在不要洩露好不好 我現在都不知道 我明天就直接去看表演 當然不是啊怎麼可能 對不對 我用的很爛 怎麼可以當評審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聽懂 我現在就有東西 算對不對 算對不對 什麼 來來到176夜 所有同學分到176 哪有算 算 不用擔心啊 這個大家開心就好嘛 對不對 難得大家只有高一的緣分 對不對 高二又分番 大家好好的玩一下 這不是很棒嗎 好好的唱歌 我覺得這很讚啊 翻到176夜 好 不要聊天啊 是修伯兄嗎 不是 安靜 安靜 176夜 請看隨堂練習第二題 我們全班一起來畫圖喔 他要請你在座標平面上畫出 y等於-s平方的圖形 國中有沒有畫過這個圖 國中有沒有畫過這個圖 有 我們現在一起來瞄點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我瞄點給你看喔 來一起來喔 好了 來一樣投籃 負二 負一 零 一 二 跟著我畫 快點 趕快把表格寫上去喔 請問負二帶進去會得到誰 有人不會算這個喔 負二帶進去 負二的平方叫做四 前面在一個負號 所以他是誰 他是四還是負四 負四喔 負二帶進去 有人這個地方就開始出問題喔 負二帶進去是負二的平方 叫做四 可是前面還有一個負號 所以他是負四 負一帶進去是誰 負一的平方是誰 是一喔 前面還有一個負號 所以他是負一 零帶進去 零的平方是零 零有一個負號 負零是誰 還是零嘛 一帶進去是不是負一 二帶進去會是多少 負四 現在我們開始來瞄點 好 仔細聽喔 仔細聽 趕快寫喔 不要趁機講話了 我們先畫零零 零零零 零照點零在這邊 一帶進去是負一 二帶進去是負四 二一二三四 對不對 在這邊 負一帶進去他是負一 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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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的圖畫得有點醜 但同學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我這裡畫幾個點啦 我這裡畫幾個點 五個點對不對 合理來講 應該要畫更多點才好 對吧 我們現在把這個圖畫出來 這裡喔 他圖畫出來是這樣喔 在頂點這個地方是有一點弧度的喔 我畫的真的不太好 來我再重新修正一下 來快點跟著一起畫 你知道國中老師在這邊就會跟同學講一件事情嗎 來同學你觀察左右兩邊這兩個圖形有什麼差別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頂點是不是還在圓點 是嗎 請問你頂點是不是還是在圓點 是不是 是啊 頂點還是在圓點喔 對稱軸是不是還是一樣是歪軸 還是嗎 但是什麼東西改變了呢 開口方向 從朝上變成朝什麼 下 這個時候你就要有一個感覺 誰在影響你的開口方向 是誰在作用呢 是誰影響拋物線的開口方向 給我這個重要的結論 透過瞄點是誰 是誰在影響你開口的方向 你說 是這個A的什麼東西 正負嘛 A如果是正的開口是不是朝上 A如果是負的開口怎麼樣 朝下嘛 你看到它的Y座標了嗎 Y座標這裡是不是都剛好差一個符號 對不對 一個在上一個在下 國中有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有對不對 你要確認喔 接著 好 這個講過囉 我們來看第一題 第一題這裡我要你畫三個圖 三個圖 我跟你講這個畫圖 這只有現在畫而已 哪三個圖呢 第一個叫Y等於S平方 第二個叫Y等於2S平方 第三個叫Y等於2分之1S平方 我們一起來畫這三個圖 請你準備好三種不同顏色的筆 我帶你來瞄點 好啊 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喔 我要讓你去感受高中數學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但是我們又不能直接講 我們只能透過圖形先做一點基本的感受 來我們要瞄點喔 來 一樣是-2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好啦 -1 來 0 1 2 這樣好不好 來這裡一樣喔 出2 出2 來 趕快跟著寫 來 趕緊的 趕緊的 你表格畫好了嗎 如果我畫好了 準備好三種不同顏色的筆喔 我們現在來填這個表格 來 同學 我現在手指哪裡 你就告訴我這個數字是誰 這個數字是誰 1 1 這個呢 4 8 8 8你確定嗎 2的乒乓是多少 4 這個呢 1 4 很好 換下一個顏色 我要你去注意它y座標有什麼變化 來這個0帶進去多少 0 這個呢 1 2 想清楚再回答 1帶進去是多少 2 2 2帶進去 2的平方 4 4乘2 8 8 這裡是2 這裡是多少 8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只是秒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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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下一個喔 仔細聽喔 現在輪到它囉 0帶進去 這個是誰 0 1進去 這個是 1分之1 來 這個要慢一點 2帶進去是誰 2 2的平方 4 4除以2 這個是2 對不對 這個是誰呢 1分之1 這個呢 2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這三個圖 全部畫在一起 你感受一下 到底它這個係數 一個是1 一個是2 一個是1分之1 對圖形產生什麼影響 仔細聽喔 開口大小 開口大小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其中的奧妙好不好 就讓你感受一下 它裡面要講的玄妙的地方 我們先用圖形來觀察 最基本就是這樣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是從最基本的開始 來 這是1 這是2 這個是-1 這個是-2 三種不同顏色的比 請你準備好 你們有彩色比對不對 來 先畫橘色的 0-0 來 這個我畫出來 1-1 1-1底加 2-4 4的話要往上四格 1 2 3 4 對不對 2-4底加 負1-1底加 你看我很有耐心喔 這個國中的東西喔 還帶著你複習 對不對 對不對 來 負荷的重點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數學進度常常會有點來不及嗎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花時間 你看幫你講國中的東西對不對 其實有些我發現有些台灣的老師他這邊是不講的 他說國中有學過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就講後面喔 你們這個就自己看 哇 可以這樣教 那就太爽了對吧 我們這裡幫同學把這個圖畫出來 來 跟著畫喔 我都慢慢講 你最好要好好聽喔 來 這個圖畫出來是不是長這樣 沒有問題 你不要畫得比我黑板上還醜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在紙上畫應該比我更漂亮 來 換粉紅色的 一樣是零零對不對 2帶進去 1帶進去是2喔 1帶進去是2是在這邊喔 2帶進去是多少 8 8在比較高的地方對不對 好 負1帶進去是2在這邊 負2帶進去是8在比較高的地方 比較高的地方 我們想像一下如果我瞄了很多點 他的圖畫出來會長什麼樣啊 欸 大概會是這種feel 大概是這種feel 大概是這種feel 對嗎 欸 你有沒有發現 他前面的這個係數啊 的正跟負會影響開口方向 可是這個係數本身的絕對值大小 會影響他開口的什麼 大小 大小對不對 他的胖瘦嘛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是2的時候 這個粉紅色的泡霧線 他比較瘦一點喔 這個橘色的是比較胖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如果是1分之1的時候 他圖形又會變什麼樣子呢 來 一樣通過0到點0 來畫出來 1帶進去是1分之1 1分之1給他加鳥喔 你看喔 他這麼低對不對 2帶進去是2 2在哪裡 2在這邊 -1帶進去是2分之1 -2帶進去是多少 是2 是在這邊 想像一下你瞄了很多點 他的圖畫出來大概會是長這樣 哇喔 可以嗎 欸 同學你看這邊喔 你知道這個叫圖形的什麼嗎 高中數學四大病患 這裡偷偷出現了一個 可是你現在不知道 高中數學四大天王病患是哪四個 平移 來 你要不要在旁邊寫一下 你高中總共會學到這四個最基本的 平移 伸縮 還有誰 還有旋轉 你寫在旁邊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東西 對稱 趕快趕快喔 我們這個課程的進度是要 hold住的喔 現在請同學仔細感受一下 你覺得你現在描這個點嗎 他雖然沒有明講 但是他在暗示你 他要帶什麼觀念給同學 請問你覺得這是平移嗎 這四個圖形是 這三個圖形是平移的關係嗎 不是喔 他不是平移 所以來 平移不是喔 不是平移喔 請問他有做旋轉嗎 他有轉嗎 他沒有轉啊 他沒有轉 所以他也不是旋轉 請問他是對稱嗎 他有對稱嗎 沒有 剛才這個才叫對稱喔 你仔細看喔 開口朝上跟開口朝下 對稱什麼軸 我現在問你 開口朝上跟開口朝下 這個對稱什麼軸 對稱X軸對不對 這個拋物線本身也對稱Y軸 這個叫對稱 可是你看這三個圖 這三個圖 有彼此對稱嗎 也沒有 所以請問你 這三個圖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告訴你是伸說 伸是哪一個字呢 伸長 來寫在旁邊 叫做伸長 有聽過魯夫嗎 魯夫他不是有那個手可以伸長制魯嗎 就那種FU 伸長 來 請問你 縮 縮是什麼 縮是壓縮 不是縮小 好不好 不是縮小 是壓縮 你仔細看我這邊喔 這個粉紅色的 是不是橘色的 去做伸長 好像橡皮筋一樣去拉他 拉的比較高的感覺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他怎麼個伸長法 他的Y座標都變成原來的幾倍 來你仔細看 Y座標都變成原來的幾倍 兩倍 兩倍 這個叫做伸長兩倍 你懂啊 我們現在只是在瞄點 但是你已經感受到伸長的威力對不對 請問喔 綠色的是橘色的做什麼 是伸長嗎 綠色的土是橘色的土去做什麼 是做伸長嗎 不是 是做什麼 壓縮 把它往下壓 有沒有看到 從四變成二 是不是變成原來的一半 從一變成二分之一 是不是變成原來的一半 零還是零嘛對不對 壓縮有沒有 他的高度好像變低了 好像你用一個東西去壓他 這個橘色的就變成綠色的 有沒有看到 他偷偷的在教你伸縮 只是他不明講 他讓你用畫圖先做感受 什麼時候會正式學到伸縮呢 在高二的三角藍縮 二零級 不管你選數A還是數B 都會學到伸縮 可是高一你要記得 在拋物線這個單元 我們已經偷偷的在教伸縮的概念 好不好 這個系數在改變的時候 會影響他的圖形的那個胖瘦 這叫伸縮 好 現在請同學看到課本 我們來做個題目 往後翻 177頁 哈囉177 他下面的隨堂練習 給他兩個讚 仔細聽 這個你們班進度比較慢 他這個題目說 有一個圖形長這樣 來這是一個代號 同學這個希臘字母怎麼念 教你啊 這怎麼念 這怎麼念啊 我寫的不夠 我寫的不夠好看嗎 我寫好看一點 我寫大字一點 他的圖 他圖是不是寫這樣 這樣嗎 來這個怎麼念 不會唸喔 這個念作 G A M M A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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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仔細聽喔 我們高一都是重感受 高二就要證明囉 如果你今天是高二的學生 我會要你去 可能不是我啦 就是說課本會要求你去證明 他的方程是為什麼是長那樣 可是高一就是感受 來 同學我先問你 Y等於-3S平方 他的係數是負的 代表這個傢伙圖形是一個開口朝哪裡 朝下的什麼線 拋物線對不對 來開口朝下拋物線 隨便畫 來跟著我一起隨便畫 隨便畫 這隨便畫 我們只要知道這個概念就可以 這個呢 叫做Y等於-3S平方 他說 他說今天有一個人 跟這個傢伙對稱於S軸 什麼叫對稱於S軸 就是把這個圖形 把他怎麼樣 來這個動作叫什麼 你們不知道這個動作叫什麼嗎 對稱於S軸 就是把他從下面 把他怎麼樣 把他翻上去對不對 翻上去他圖形會變這樣喔 安靜安靜 他圖形是不是變這樣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喔 這本來是一個開口朝下的拋物線 我現在把他翻上去 他變成開口朝哪裡 朝上 開口大小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 你猜猜看喔 注意喔 高一是用猜的喔 請問這個γ它的方程式 你覺得它應該長什麼樣 Y等於3S平方 對高一就是用猜的 這是你的猜測 如果是高二你要會證明喔 你說啊 這還可以證明 對高二就要會證明 但是高一我們就用猜的 這個猜測是完全合理對不對 把它從下面翻上去變成開口朝上 開口大小沒有變 這樣聽懂嗎 懂得懂得懂得懂 最後還有一個東西要講 幫我拍這邊 現在我告訴你簡單的東西結束了 接下來要進入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剛才講這些啊 理論上都是國中的東西 你有看到嗎 接下來要進入比較麻煩的地方 同學請你看到課本第179頁 集中精神喔 好喔 來179頁這個隨堂練習 請給他三個讚 他問你說仔細聽喔 在同一個座標平面上 給你一個基本型的拋物線 叫Y等於2S平方 問你說這個拋物線 能不能經過適當的平移 變成另外一個拋物線 叫做Y等於2倍的 括號S加2的平方 再怎麼樣 減3 這兩個圖形能不能經過適當的平移 讓它完全重疊 可以還是不可以呢 他就問這個問題 如果可以要怎麼移動 我先幫同學覆習一個概念喔 我們有沒有教過平移 有 平移有一個口訣 來平移的口訣是什麼 你們有四億證嗎 平移的口訣叫移什麼 移多少 就怎麼樣 哇 104要滅團嗎 沒有人知道我要講什麼 移多少就怎麼樣 就減什麼 就減多少啊 請注意你現在還在第一冊喔 第一冊的第幾頁講到平移 你們都連第幾頁都搞不清楚 179嗎 是嗎 是嗎 我們現在才教平移嗎 平移我已經教完了 在很前面的地方 直線的平移 好不好 你要正大家回去再訓練一下 你之前平移在什麼地方有學過 你說老師這個真的可以平移得到它嗎 你看它對你很好 它已經幫你做什麼 它已經幫你做配方 配平方配好 可是配平方配好 能不能保證這兩個東西 可以完全重疊在一起 能不能把它平移之後重疊 你就要仔細觀察它的結構 看這邊喔 把這個負3翻過來 叫做y加3 這邊是2乘上s加2 這樣完全平方 這樣寫可以嗎 移多少就減多少 所以你要注意它是減多少 y加3就是y減掉多少 負3 有些學生他永遠不知道 老師你為什麼要把加改成減 因為這就是平移的本質 平移就是移多少就減多少 它就是減好不好 所以加3你要看成減負3 然後這裡也是一樣喔 2乘上s加2就是s減掉什麼 負2 來平方 可以嗎 我現在請同學吃哆啦A夢的翻譯 舉落 來 同學你看這邊 把s改成s減負2 來你幫我翻譯一下 它怎麼移動 把s改成s減負2 就是向哪裡 向哪個方向 向右 注意喔 是向右 你說老師怎麼是向右 對 永遠都向右 向右移動幾個單位 是向右移動負2個單位 你要這樣解讀才是正確的 你這邊就是之前都沒有學好 向右移動負2個單位 你換句話講 其實就是向左移動幾個單位 就是2個單位喔 這是同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來寫上去 就是向左移動 兩個單位喔 我們永遠都是向右移動 只是看你移動是正的還是負的 移動負的其實就是向左移動啊 你們物理應該也都有一點這種概念 對吧 雖然我不教物理啦 但是你們應該也大概也有一種那種物理吧 來看這邊喔 請問y-3 是哆啦A夢的翻譯舉落 是朝哪個方向 向 向 歪呢 歪是管上下的 向上移動幾個單位 向上移動 負3個單位 向上移動負3個單位 翻譯一下 就是向下移動幾個單位 歪 歪我要把它講完才能下課喔 你不要現在收出包來 看我這邊 我們最後這裡該怎麼寫呢 請問他能不能經過適當的評級得到他 可以 向左移動幾個單位 講話講話幾個單位 兩個單位 向下移動幾個單位 三個單位 你知道考試他會怎麼考嗎 你知道學測會怎麼考嗎 你知道期末考會怎麼考嗎 他會在什麼地方動手腳 請注意他會把這個2改掉 他有可能會在這邊動手腳 動什麼手腳 他可能會把這個2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3 你說老師什麼意思呢 y等於 仔細聽喔 3乘上s加2到平方再減3 請問這個圖形 經過平移能不能跟他重疊 是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你告訴我為什麼不可能 快下課了快點大家都要下課了 因為 因為你看這個平方向係數是2 這個打開平方向係數是多少 3 開口大小根本就不一樣 開口大小不一樣 來 不要聊天啊 開口大小不一樣 就算你把頂點平移到同一個地方 請問他們的圖形能重疊嗎 能重疊嗎 能不能重疊 當然是不能重疊 這樣聽懂嗎 對不對 所以人家不要人家不要跟你說 欸能不能重疊 你一定要先注意 他的開口大小有沒有一樣 好不好 這是細節 好啦 謝謝各位同學 今天這樣囉 謝謝各位 thank you 謝謝 塊